欢迎各位观众再次收看我们的东周投资会 今天我们很宏幸继续有光大新鸿基的财富官策略师 我温杰Kenny和我们解答大家的问题 最重要是这件事情因为市况真的跌到很惨 Kenny今天又跌多了417点 收市就收到23349点 市况你觉得跌完后 我看你说的原来很多省还不想撑底 这个是不是很好的现场 我真的觉得出现了矛盾讯号 因为以今日来算 大部分人问我问题除了个别股份跌完后 大家都似乎不是很害怕 还是想问我什么 有些人会归咎于零售投资者 还这么积极想买货 应该是未跌完的 但另一个层面就是 当我今天去茶餐厅吃饭的时候 我发觉再没有人讨论股市 就算我解释那时点几钟是开市的 都没有人留意电视的萤幕 大家都是吃饭、聊天、打机 所以两个矛盾讯号 但怎样也好 说回市场本身 你说失望是真的 但我纯粹说今天的跌势或跌幅 在预期之中 第一个角度 你看看夜期、黑期、ADR 其实都是这些水位左右 四百点左右 第二 你要知道 由今天开始 其实三个权重科技股 腾术、阿里、美团 各占8% 即是说这三个已经等于四分之一了 你看到星期五中概股的情况 阿里的情况 你都知道 应该没什么好结果 所以 埋单算跌四百点 我觉得是 叫做不开心之下的预期之中 好了 后市方面 暂时判断 希望 23,000到23,200 是希望有支持 因为这个位置其实是关键的 第一 23,000本身就是一个心理关口 第二 9月25日的低位就是23,124 这是前低位 第三 上星期曾经做过一个日中的低位 23,175 全部位都在23,000到23,200 甚至你看回去年三月疫情的低位 21,139 升到今年2月18日高位 3,183 调整0.786的话 大概就是23,280 所以如果穿23,000的话 基本上 都真的没什么位置可以指出来 是谁是支持位 所以技术上 这是一个支持位 但是你说肥仔 就是我 是否代表这个是见底 我不敢说 所以我在不同的平台 都分享了几个见底的指标 与其我自己去估计 究竟是23,000 22,000还是如何 不如有个市场告诉我 几个指标 第一包括 北水南下明显的增加 他们对政策的敏感度比较高 如果他们肯买的话 应该是对市场有些帮助 第二就是美汇指数是回落 特别是澳洲指上升 这个代表大家消化加息 又或者通胀的忧虑 而美元偏弱的话 也会令资金外流的情况淡化了 第三就是恒指科技指数 跑赢CSI300 即是科技股跑赢整体的中资股 这也代表可能是转世 或者消化了一些政策阴霾 又或者对未来 是一些以前做得 现在不做得的情况之下 那个是盈利变化 所以这三个指标 再加上可能是RSI出现背驰 第四可能是说的 第五可能代表形态上有双底的情况 但这五样东西 坦白说暂时都没有一样出现 所以你现在说已经见底 短线跌得多又反弹 这个是反弹 但你说真的完全见底 我又觉得不敢说 都是大家一起看着这五个指标 我觉得可信性会比较高 现在来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看不通 那便不要买 前部说的 很多朋友在我Facebook留言 我同意的 如果你都信心不大 如果你都看不清 那你不如先停一停 等一等 想一想 我一向都不是特别进取的 所以停一停是正常的 还有我说第二样东西 现在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疫情 当然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 大家知道 除了它的扩散幅度很大之外 会不会真的等于重型流感 需要那么害怕 这些要留意 但是第二样东西 你过了这一关要留意 上个星期 白威尔姐姐 不是不是白威尔姐姐 白威尔姐姐就说 喂 风脏不是暂时性 这个真的是我们一早就说了 但是12月14日到15日 会不会是加快收水 我看到有些很狼死的 就说 会由现在每个月减150亿 变到减200至300亿 如果每个月减300亿的话 四个月就完成整个量发宽松 明年四月就可以加息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关去过 既然看不清楚前景 而未来一两个星期 又比较准确一点 可以看到前景的话 那何妨等一等呢 还有我也有卖个广告 12月9日是会有一个明年的展望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 可以防止参加这个广告 好了 广告不要卖这么多了 大使大概分享到这里 大使如果不想 不要看清楚了 不如就先等一等吧 但是很多观众想问一下 如果手上有股票又怎样算好呢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 时间关系我们更快解答观众问题 看大家都很想问 第一个想问你 就是这个2269 若明生物 想问一下你 为什么今天跌这么多的呢 整体整个生物板块 今天都有一些抛售 那我又未找到很准确的原因 但是你要知道 其实近期来说 其实走势都比较波动 那我直接说个策略 我仍然维持 如果大使没有病没有痛的话 我觉得100元以下 是可以分住鸟的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不是若明生物有很大的问题 甚至你看长一点的话 其实它2021和2022年的订单 都是挺稳健的 所以盈利增长应该是明确的 就算之前大家担心 会不会是有一个口服疫 对于疫苗的影响性在这里 我想暂时越来越多的一些变种病毒的话 在疫苗的研发这部分都十拿九稳 而且我当时也计算了 就算没有了那十亿的疫苗研发 所以仍然占收入是14至15分之一 铁锤大市我还有一些审慎之余 其实我不算对若明比较看得谈 所以第一件事你可以等一等 但如果你在未来一星期 看到大市明朗化 它仍然是100元以下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的 但我一定要说一句 现在的港股要用一个打牌形式来说 副牌是烂的 你可以选入不打的 但如果你问我 你都决定是继续打的话 若明生物我觉得其中一种是可以考虑的 希望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但你说 如果你真的100元以下分转买的话 就算以今天最低价去计算 94.1.5%都是5-6% 应该就不入肉的 希望是这样 但如果你说反过来 我真的120元、130元买 那就难解决了 我只能够这么说 如果一般股份 10-15%我就会斩 特别当初纯粹玩概念 我只是觉得 12月份康芳会开会 我占一占 占不到 占得到就当然好 占不到就不用想就会斩 但对于一些有基本因素的股份 第一你可以坚守10-15% 做止线 但如果你是决定捱的话 那没办法 你等市场是试过境遷 你要等药明生物有另一波升势 那究竟会是跌到92、90还是多少呢 坦白说这一刻真的不知道 所以你就要做一个决定 10-15%斩还是不斩 当然斩了 你之后可能高一点买回都可以 那就要看自己持货的能力 以及你对大市未来的判断 如果不是靠过等钱用的时候 输少少就可以先守一守 暂时还可以 另外想问一下你 1772共同封理业 这只是理电池股 就是阴跌阴下阴下 已经去回一个月低位了 去回132元 这只股票你觉得现在是否入手的机会呢 其实就像刚才的药明生物 之前就算是160元 我都说要等130-130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当初当比亚迪是三个水的时间 禁风理业是150-160 就说不买这两只的 要买就等他一只落到204 一只落到130-130 所以你说他自己的基本因素 有没有变我们再讨论吧 但因为大市的气氛 他跌到现在132元 理论上我们应该没有亏损的 好了 现在就慢慢讨论了 都是那个问题了 他自己本身始终都是国策所支持的电动车 其实前景是可以的 基本因素是不差的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市 每一间公司是一架船 船可以航空母艦 可以是山坛 代表它基本因素有分别 但它们都是在大海里航行的 所以如果现在大海 这么风雨飘摇 波动性这么大 惊涂海浪之下 航空母艦都死了 一定是会有些波动的 所以大家要看看 你可不可以承受到 如果你确讯 它自己因素没有变 是大海波动的话 这些位置真的可以分住买 但现在我也是这么说 其实可以多看一至两个星期 过了疫情 少少明朗化 再加上收水部分 因为12月14月15月过了之后 你起码等整个月才需要担心 那你就有整个月时间慢慢部署 但这一刻来说 就难搞一些 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等一等 但单单看这只股份的话 就真的是130元 这些位置可以分住买 原则上没有变 但如果一个官座 150元有货 那又怎样算好呢 现在是否有货 如果有货就不货 情况又像刚才那只 都是自己定10-15% 要不就跟从风险管理 卖仔没摩头 你斩了之后升月跌 你就不要远天游人 特别别怪我 如果决定不斩的话 那一定会有货 可能就是他继续跌 那你就当然会损失了 原来纯粹一个震仓 很快大事就回稳了 真是过完疫情 又过到联储局这一关 他就见底回升了 那你这一刻不沽 那当然是好事 但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就要做好决定了 10-15%不沽的话 你就揽住他了 那当然你这一刻不沽 是一个星期后两个星期后 如果看到有些坏消息的话 你随时可以改变的 但是我想你150元买的话 其实现在也是时候做一个决定的了 差不多都输了一成左右 那就要想一下究竟是否斩好 当然我可以给多一个 为什么会订130-135元呢 当时的图表上你看到 9月29的低位是128.1 然后在10月12号是129 去到10月15号的低位是128.1 所以当时来计判断 128.1.2.9应该有些支持 如果下回130 我上面偷鸡 看回150 或者图表上160才是顶 当时 下面来计判 应该都是几元 直播也就吸引 所以就感定 所以可能可以了 如果你说现在也132 我都等明天开始 就算沽的 你就看128这个位 如果真的穿的话 第一 触动了10% 第二 破了支持位 你就决定究竟斩 还是不斩 看多4元 今天也收市了 另外想问一下1691 JS环球 这位工作是没有货的 想问一下你现在 能不能买一个 这支是我们八大金刚里 说得最金的 幸好我们叫了紫线 因为我有点自认幸 因为大家知道 12月9日我们有新八大金刚 所以旧八大金刚 第一有部分已经赌了 所以我们都慢慢退出了 叫大家沽 所以刚好避过了这些东西 特别当时就说 反弹到17.5元 我就沽 其实11月17日 就弹过上17.7 8都是输的 我自己承认 当时是19元 我说弹回上17.5元 就是输大约10% 赢的就希望赢3,5成 输的 如果8个里面 如果真的走完就输2个 输得最金 如果17.5走JS环球 输10% 所以赢的就能赢很多 输的 第一 数目上少 第二 比重也少 整个总合计就可以了 下半年是难搞的 我不买它住了 如果要买 坦白说 我还是先看了一只6690 但它又不肯跌 要等它27.8元 所以其实整个投资主题 因为我们旧八大金刚 有四个主题 第一个是白色家电 可以自家是赢钱的 大家提起来 原本32-33 这个价格其实都到了 但近期因为想慢慢 靠近了九八大金刚 30-31元都到了 所以可以自家是到了 估不估自己决定 所以整个主题里面 一只就赚15-20% 一只就输10% 我又不可以说是错的 投资决定 所以你问我 我会等一只比较强势的 可以自家 而且始终JS之前也解释过 我不说太详细了 它自己都说明了 两头夹 那边出口的收入又减少了 你运费又增加了 但另一方面 你的成本又增加了 所以我一定是等一只可以自家的 现在买弱势股 都要小心一点 第一 是不是要现在买货 是第一件事 第二 你买弱势股 我知道 在升市的时间 胆薄胆而已 你肯追就可以了 等一些回调的话 买也可以 但在弱势时间里面 总有原因 它强力预弱 所以特别要小心一点 所以我请等一只6690 不如等一只6690 细比较好一点 另外这只就是超约细股 2628中国人寿 观众18元有货 想问这些位置13元 很难搞 是指洩好还是持续好呢 奇怪的会问中国人寿 为什么呢 当然了 很久之前 我想都一年前 一年半前有介绍过 但是接着少说了 为什么我说奇怪呢 其实坦白说 在10月头的时间 它做过12.5元 所以如果说18元买入 一直都没有指洩 去到12.5元 都站得稳的话 现在做13.08元 又不是最差的情况 其实没有特别的东西 触动到你想沽货的 所以反过来说 如果跟着我们贴的话 我觉得你只能够拿着它 你要沽 其实我之前给了一个位置 就是说13.8-14元 那是怎么来的呢 其实在13元都穿的时间 在9月8日有个高位 13.72元 那些位置可能要小心一点 其实都是一个横区 所以我倾向 现在这些位置我就不沽了 那回到13.84元 你再考虑一下 但是短时间里面 你要回到18元 坦白说就难一点 所以第一 你找到另一只 你很有信心的 当然你可以换马 但我怕的是 如果你现在找到一只 是所谓的强势股 如果市货真的很差 它的强势股 只是代表着它没跌 到时的跌的空间 反而可能更大 那你就惨了 你买中人寿 输了一阵 换马去一个所谓强势股 但当有一刻 大家对港股真的觉得港股已死 不是买A股和B股的分别 是什么AB都不买的时间 反而强势股有另一个人抛售 你就做一班又一班 所以就算我刚才说 相对强势的6690 我都不是叫你认识的 反而提多一次就是倒了价 这个就是整个逻辑 所以先拿着 再强势上去 再想一想会不会做活马的动作 是的 中文人先拿着 再看一看会不会再上去 另外观众想问一下 就是2013名盟 今天收7.76 他就8.46有货 差不多输一成左右 那现在怎么处理好呢 都是那句 10-15%自己决定 但是很难 因为他实在跌得太多 因为你都会觉得自己买得不贵 因为你先不要说之前那些 最高位是做过33.5% 这些不要说了 那33.5%满下来 30元 20元 10元 8元 这些都是金 所以我想很难叫你走 但是我都说过 我没有叫大家买 因为第一 科技股本身是弱势 你买任何科技股 都是弱过弱煲的了 第二 它还是二线的科技股 那怎么也先升腾讯 你够姜都买腾讯 那微盟是弱 第三 其实你细心看 它的跌浪有两波 当年今年的2月中开始 整个科技股跌 叫做杀股值 去到6、7月 你可以说是监管收紧 但是更加重要的是 通过了数据安全法 通过了数据安全法 对于沙士股特别微盟的精准营销 是有影响的 那如果科技股本身弱势 它又是一个政策针对的目标 其实你去骂 是不是有些进取呢 不是不行 我都有提出一些拨命的选择 但是你拨还是拨 你知道自己拨 那你就真的定下指线 你说不是啊 没理由7.6走去沽吧 我不管了 10-15%自己定 那真的触动了 就可能需要考虑指线 那情愿稳定了 我再买回 那些钱是自己的 再买回 究竟买微盟 还是买另一只 那个主动权是你的 所以我倾向 真的绝对残 但是 都可能需要考虑定下指线 这些股票要拨的话 拨输了就要认输了 如果再持有的话 就可能输得再多一些 另外Kent 有人想问 电动车概念股 但不是给阿迪 问理想和小鹏 那两只 你怎样选择呢 或者是这些位置 现在又有没有 两只都不想选择 当然了 近期有很多不同的评论 特别大家都知道 电动车股是受惠 比亚迪又不是很肯跌 那我不如想想想 其实比亚迪都跌了 不是今天跌 那想想想其他 数据上好像挺好的 但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他们的股值 都是有点 我们叫Deman Hunting 就是有点牵强 而现在市况 我不是很想买 第二 如果要买 到底在香港买 还是在美国买 这是另一个讨论的空间 所以我自己就倾向 就是等比亚迪 当然了 见到今天 我说了比亚迪 我想都多人问吧 比亚迪今天跌得多 跌了4.6% 284元 我在另一个节目里 我也半个小时地说 我也不知道 开心还是不开心 大家知道了 之前我说240元买 我们捉到个底部 升到上去的话 虽然我说过 有机会破324 但是我们定了 只赚位是295 其实之前来计 已经是只赚了 在这个市场赚 55到60元 可以了 所以今天跌到240 其实我们就应该 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好了 如果有货 就自己看着 因为我觉得 295我们会只赚的 那你说什么位买呢 250元 我知道我们是神经病 但是之前之前调高了 240 我现在调高了240 在公布业绩之后 因为我觉得业绩是好过预期的 特别是你剔走比亚迪电子的部分 好了 下山三千字 很简单 如果你想买比亚迪 又未到250元 那请继续考虑245 这个我们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如果禁锋利业和比亚迪未到价 你又很想买 怕走保 那你就一万元一手 你就买两三手 买这个245 那如果是倒价的 就是比亚迪加 禁锋利业加 这个是宁德时代 那就可以了 一手比亚迪也十万八万 那你买一手245 都是一万多元 我觉得是灵活一点的 分住买分段沽 好了 假以时日 嘩口 这个肥胎真的说中了 比亚迪落到250元 那你就先想想到时是否买比亚迪 那我的策略由头到尾都很清晰 那就是宁愿选比亚迪 都没想着其他两只 因为那边还有一些美国因素 是影响那两只 好了 另外想问一下956 新天绿色能源 想问一下 什么位置可以买入 这些新能源股 可不可以长渣 原则上可以 但是是现在市况问题 如果第一 基本因素可以 那我会这样说 五个三以下分住 五个三以下 现在基本上市 又不知道跌完没 那我都是建议一般来说 大大声小小住的了 那五个三附近 可以 五个三以下 可以考虑一下 五个三以下 就可以分算买新天绿色能源 另外想问一下 第三三一 今天很硬正 整个市场跌到七彩 它可以 守住 不跌 想问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位置 还是更低一点 我说低一点 一定是对我有保障的 你买不到 就算你赚不到 不会说我 但你虧了 你会说我 但其实我应该是 今天还是明天 会有一篇稿出的 我实话实说 我觉得六元以下可以考虑 因为这类型 大家首先一件事 你要忘记了 今年在九月十月 上到 等等 先看一张图 不好意思 你要忘记 今年五六月的升浪 去到八个八毫半的位置 是有些炒作的 不是它自己的基本因素 反而你跑步 可以破世界纪录 喂 风促的 那没有关系 不是自己的实力 所以不要看那些位置 但我觉得现在你要入市 第一它会高 第二它稳定 那选择应该可以 而且近期也有些回调了 我觉得六元以下 可以考虑的 但到这个节目 我看到绝大部分的炒仔 都是不害怕的 都是问我 买什么 每个人都说买什么 真的这么进取 所以我衣服直说 我也是这个世界 我不是先知 那你问我 我照样答 稿也是这样出的 六元以下 如果你想买东西 我觉得封盛是其中一种 可以留意的股份 但你说 不是啊 如果市场突然间 就是穿 刚才所说的 一二四 一二五 那真的没有价值 可能这些股份 其实也有机会 进一步 是短线抛售 但六元以下 我觉得 以半年去计算 应该就不虧张的 六元以下 那六元以下 那六元以下 就去想想想 第三三一 另外呢 又想问一下你的腾讯 又想问一下你 什么位置可以买好 几次跌过去 440元这些位置 都会有个反弹 今次会不会有反弹 我之前给出来是450 当然了 我调高了之前是说 420、430 我们某个程度上 捉到底部 上去我就说 500元以上要小心 最多最多529 那我们捉对的 但始终现在市况比较差的话 我都有句 450元 但是科技股 是的 科技股我是有些却步的 因为会不会等多一两个例子 当然有好有不好的 可能今天是底部 Richard我觉得机会不大 所以说今天是底部 你今天不买便会买贵了 但是始终有一句 有疫情再加上联储局议息的话 我会计算直播 反过来说法就是 就算今天见底部 短期它可以升多少 你等一两个星期的话 理论上不会买贵很多 但你的心理负担可能会低一点 所以我自己觉得 如果你真的问我AMT的话 我觉得现价的腾讯是吸引一点的 也信心会大一点 但是我刚才说450元以下 你等不等联储局议息 或者说等不了了 我要买了 那你就做最后决定了 大家真的很进取 现在还在问购买什么 还在问购买科技股 好 另外有观众想问一下 就是1909 就是火鹤的股 它本身打算分注入 第一注是2.49 就是入了 现在跌到1.36 还分不分注入 还是止虚 好 我上个星期在几个节目 甚至乎在星期六 开直播的时候 都和大家说了 其实始终这类型的股份 都是比较 你所说的潜力股 或者一些进取股 是要定好止虚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 或者说高位买了 去做止虚的话 是一定对的 另外今早出帖 真的很多人问我 是 可不可以买 我只能这么说 就是内地 无论是法国威 对于原样概念股 是有些评论 也有些媒体 针对手游股 是有些评论 但是对它的影响 应该不大 但是沽压真的很大 所以我也不可能 跟你说 我建议你卖 只是说 如果你之前有货 那你自己做一个 风险管理 定一个止蚀价 好了 如果你之前没有货 你又很想入 你又觉得这些位不买 是走鸡的 那你自己去衡量风险 去控制住码 都是那一句问题 有些朋友说 会不会输死人 坦白说 这些股份不输不死人 因为以百分比例去计 可能跌很多 但是虽然说一句 海底洞 阿里健康都七八成 甚至乎 我确信 你买阿里的金额 一定比火癌高 如果不是 你会吓死我了 很多资产 好像买腾讯 买到火癌 那就会吓死我了 所以以一个实质的金额 我来计 应该控制住码 就双双双 就不入育 我希望这样去做 所以 如果现在入市 你真是当博一博 等于我之前说 我打算买十万元比特币 那时候三万多元 我只是说 赢了我开心 输了我不入育 你这样才好买 所以同样地 这些股份也是 我都不敢说 叫你买 我建议你买 如果你决定买 答应我 一定要看住码 你看上升空间之外 都要留意潜在的波幅 你衡量过上行动 你知道自己是做一些 比较进取的选择 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最后这些 一定要你自己决定 这些股份就是小注博大赢 我们经常都说 另外观众想问一下 就是IPO 你好像有听过 管理层 就是青池 就是这种游戏 但是最近的游戏相关系 好像不是很好 它有些优势 第一是 它其中一款的游戏 即是魔牛 是挺受欢迎的 所以如果市况好的 我觉得有机会值得一博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 始终市场的环境比较差 市场上也有不同类型的 一些手游股去选择 所以我真是忠性 如果你是打算抽 我也是看长线的 可以考虑的 但是最难决定的就是 我不知道 招股完成之后 市况是如何 因为你知道 招股完成之后 还有几天才上市 如果那几天 市况转差的话 你就会比较被动 当然 反过来 原来 你现在抽了 它因为市场气氛差 定价比较低 接着那几天 市况又向好 又可能被你博得赢 所以我也很难说 我只能够说 如果抽的话 都是现金小拙 还有可能要看中线一点 未必即时会有很好的回报 质地应该不差 但是要留意 最重要 任何收入股都是 它未来有没有新游戏出 而那些新游戏受不受欢迎 这才是令收入和流水 可以叫做细水长流 否则你扣一只 就会难搞少少 希望如果抽的话 定价比较吸引 给你一些水位 可以偷到少少计 但是暂时来说 大市的能见度是不高的 最重要 现金抽就没有抹钱了 今时今日的IPO 好像去年一夜升一倍 就很难了 Ken 有人想问一下1951 1951就是感恩生值 这个就是三胎概念股 就已经不是讲起二胎了 即是什么位置可以买 今天都跌得几金 跌得多 因为本身的说法 就是11元以下可以分住 基本上我都是维持这个观点 但是没办法 我也坦白说 大家接受了一件事 就是市场气氛是差的 市场气氛一差的时候 大家就会乱扔东西 特别有些不好消息的股份 真的可以一天里面跌10% 20% 所以这个就是现况 而且技术上看 现在似乎是一个下行轨迹当中 如果有货的 我觉得先持有 这个你买得的 都是看比较长一点 但是如果没有货的 我想首先 你看看在10元附近 可不可以升上去 先守住箱底 现在买东西 第一不急 第二就是 我情愿市场气氛缓和了 在这个股份的技术走势上 有一个见底的迹象 我情愿买贵5% 8% 我会买得安心些 这个是真心的 所以我看到大家 仍然在问我 买什么买什么都好 不如我们冷静下来 真的见到一些见底迹象 再慢慢飙 大家知道我们之前有个模仪组合 都是由之前的三分一货 当它跌穿24,000 我们加到5-10% 去到40-45 然后达到26,000 现在再跌回到23,500 我都没有叫它加住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这些部署或者做一个参考 好了 Kenny 时间问题 我们再回答一条问题 我想问2208跟风科技 想问这个前景 行不行 我们在说新能源 又是风能 什么位置可以买 我几多时间 直接回答 大概是15.5%左右 这个好像没有变过 15.5%到15% 这些位置 你问我行不行 当然不是太差 但是问题也是大事 第二 我反过来说 其实在今年的8月中的时间 它做了12.8% 之前飙升到最高 是说了19.82% 它不是印银子 在市房转差的情况下 升了7元 接近六成 有些超过减的 所以超过减的东西 当市房转差 是横行整固 其实没有什么跌 横行整固 你都很难怪它 所以如果真的想买 就是 每个人都在问我买东西 好了 我刚才说 就是15.5%这些位置 但是大家 不要这些又买那些又买 买太多货 是肯定买 买得来 要控制住 这个我虎口婆心 再三说一次 现在的市房是未稳定下来的 再阻礼你一点点时间 因为刚刚最新的消息 就是中国人民币 终于全面说准 这个消息 未来那几天 可不可以提振一下 香港的股市 终于有些好消息 是 第一件事我们猜中了 因为我们今天出Facebook 都说今个星期会不准 第二就是 喂 李一强说了 他上个星期五晚上说了 其实为什么我会知道 因为根据往迹 强哥说了 一个星期一定降 但因为我还没看消息 是12月落实 还是1月落实 这是关键 大家再研究一下 因为历史上 是很少12月落实降准 不管都好 我觉得帮助未必太大 第一 上个星期五晚上 李克强、强哥 都打了开口牌 你不要说完全不知道 所以任何 已经有一定信心 预期的东西 理论上的帮助有限 第二 最近股市跌 都不是说内地资金不够 是说美国加息 说疫情 说科技股的业绩不好 说监管 包括滴滴退市 没有一样东西 跟这个降噪有关系 你解零还需是零人 你那些结也不是这个 你解那个结也帮助不是很大 所以当年万种行情归于事 我们可以稍后再讨论 但我初步观感 有这些消息 当然比没有好 但是不是很大的利好消息 我暂时有些偏向保留 这个消息就是大家看看 接下来怎么发烤 好了 今集时间就差不多了 我们就继续多谢Kenny 和我们解答了这么多股票的问题 和大市的走势 我们下星期一 再去和Kenny见面 各位观众我们先拜拜 Kenny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